嗨,我是寶可夢 台北富邦J卡2023年的權益公告了 到底神卡是不是殞落了 今天來跟你聊聊 中間有一個QR Code 有興趣的話可以掃QR Code 就可以看官方的網站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聊的就是 它的國內刷卡優惠跟海外刷卡優惠 到底做了怎麼樣子的調整 它的基本權益在這邊 國內刷卡呢,你看一下 就是只剩下一% 活動加碼0.5 然後這是無上限的 刷卡大概五個工作天左右會入帳 你必須要有帳戶自動扣角 尤其是台北富邦的數位帳戶 才能夠拿到0.7%的加碼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刷卡 你並沒有使用帳戶自動扣角卡費 你只有1.5%回饋 海外的部分維持跟之前一樣 日本3% 韓國的部分是1% 然後再加碼2% 所以也可以算是3% 那另外一個2%加碼呢 需要你到日本或韓國當地做消費 才能夠拿到2%的回饋 它這個活動呢 是有限額限量的 每一季回饋上限是500元 回推大概一季只能夠刷2萬5左右 就封頂了 那也提醒你 這個需要登陸才有2%加碼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重點 第一個 國內刷卡只剩下1.5% 如果你沒有開立數位帳戶 你只剩下1.5% 那這個數位帳戶呢 不限定你2023年開戶 或者是之前就持有的 如果你已經有數位帳戶 但是還沒申請扣角的 請你儘快線上設定 這個0.7%加碼回饋呢 是要在下一個月的月底 才會回饋給你 所以你不會馬上拿到這個回饋 海外呢只限定日本跟韓國這兩個國家 才有3%回饋無上限 其他地區都只有1%回饋 甚至連你的交易手續費都無法打平 那所有的加碼通路呢 通通都是需要限量登陸的 哪一些活動需要登陸呢 我這邊呢整理給你看 日韓旅遊最高5%的這個活動 它是有加上2%的加碼 這2%的加碼呢 你必須要在3月20號下午4點 跟6月20號下午4點做登陸 那通常這種只有一萬五千個名額 大概一瞬間就沒了 第二個活動呢 是指定日本交通卡 最高10%回饋 使用SuiteCard或是Pasmo卡 都有每一季只有2000個名額 登陸時間是3月26號的下午4點 跟6月26號的下午4點 請你設定鬧鐘提醒 不然你一定搶不到 加油刷J卡最高5%回饋 它要在3月22號下午4點來做登陸 只有一萬五千個名額 這個一定也是秒殺 指定共享汽機車最高10% 需要在3月27號下午4點 跟6月26號下午4點來做登陸 每一季只有2500個名額 這個名額太少了 這個也是瞬間秒殺 在LINE禮物上面 最高有25%回饋 這個回饋越高 它的主數就越少 你需要在1月31號3點半登陸 還有2月22號3點半登陸 3月4月5月6月 則是在25號的3點半做登陸 每個月只限1250個名額 重點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們還是要持平的說 如果你想要拿到2023年的權益 那你還是要做開戶 這邊有一個300元的回饋 如果你是新戶來申辦J卡 最高你可以再加碼50%的刷卡金回饋 如果你還是想要申辦J卡的話呢 我們右邊有QR Code 你還是可以上車 上車之後呢 你接下來就要申辦 台北富邦銀行的數位賬戶 申請完之後呢 你只要在核卡後的45天內 累計一般消費600元 就可以拿到300的回饋 還是放貼啦 還是可以加減拿一下 如果你要減J卡 換哪一張卡片比較好呢 我整理了一些2023年還不錯的卡片 提供給你參考 聯邦集合卡 這個聯邦集合卡呢 我們之前有做過影片介紹 非常的漂亮的一張卡片 個人認為它可以正式的取代J卡 因為它在國內有2%的回饋 在日本有3.5%回饋 綁定Apple Pay 在日本消費也有5%的回饋 說實在的真的很不錯 那你現在如果是新戶 來加開NuNuBank數位賬戶 它再加碼3%的回饋金給你 所以等於是你在國內的消費最高 可以衝到5%回饋 那這個5%回饋 跟台北富邦J卡拿出來的2.2% 真的是燃教比鸡腿差太多了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呢 左邊這個QR Code就可以掃碼上車了 第二張推薦的是永豐Sports卡 這張卡片在2022年下半年 有最高8%的回饋 在2023年上半年也一樣延續了 你只要有用運動手錶 記錄你的運動 每個月有超過7000卡路里的消耗 當月在Apple Pay跟Google Pay上面的消費呢 就可以拿到8%的回饋 它的基本回饋是1%封點 再加上運動獎勵2% 上限是100封點每個月 指定支付跟指定通路的部分呢 最棒的就是Apple Pay跟Google Pay 就有5%的加碼 每個月上限有300封點 所以回推大概是一個月刷5000元 就可以拿到8%的回饋 有興趣的話呢也可以掃碼辦卡 遠東樂家Plus卡你可以看一下 這張卡片呢其實主要是針對親子跟寵物的 但是它在2023年做了活動的加碼很不錯 包括就是國內餐廳有5%回饋 這點呢我個人覺得非常的棒 尤其大家都會出去吃飯 非常的適合大家 指定寵物連鎖商店或是動物醫院 最高有10%回饋 每個月刷5000拿500還不錯 宅在家最高有8%回饋 每個月的帳單回饋上限是300 回推大概是刷3750可以封頂 超市量販比如說愛買 家樂福大潤發也有6%的回饋 每個月回饋上限500 所以回推刷8333元以內都是94折 那大小安心刷 剛剛講到的國內餐椅 最高有5%回饋 每個月上限400所以你大概刷8000塊以內 可以拿到95折的折扣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好 有興趣的話呢可以直接掃碼辦卡 非常實用的一張卡片 要注意的就是要申請原東銀行的數位帳戶 並且自動扣角不含Banky 那你只要完成設定 而且扣角卡費成功 你4月就可以享有這樣子的優惠 所以要盡早申請盡早辦卡 聯邦綠卡 聯邦綠卡在兩年前推出來的 他在2023年的權益呢 我個人覺得很棒的一點 代扣繳費有3%回饋 哪些呢 水費電費瓦斯費一定有 所以呢這張卡片我覺得你應該要辦下來使用 每個月呢上限是500 所以你大概繳個16666元 都是有3%的回饋 那另外一個亮點就是指定的綠色通路有15% 比如說特斯拉 Gogoro Wemo Goshare等等 都是有15%折扣 我自己很喜歡的養心茶樓 熱浪島 還有小小素食 這些呢都是很不錯很好吃的素食餐廳 也推薦大家呢可以用這張卡片去做消費 也可以省下不少錢 新戶申請的話呢可以拿到500元的刷卡金 所以也可以參考 有興趣的話呢這邊有QR Code也可以掃碼申請 還是要推一下頂級卡 因為像這一張國代史瓦斯基卡 我個人覺得它的權益應該是國內頂級卡的排名 應該是有前三名的 我覺得它最棒的就是旅行平安保險有6000萬 然後全程意外險也有1000萬 加起來呢7000萬左右的保障非常的不錯 如果你要買機票是買團費 用這張卡片呢保障最充足 國內01.3海外0.9 這個回饋很爛就不講了 指定美賺呢有一些餐廳也是有兩人五折的 像我很常去的君悅酒店雲景中餐廳 然後還有寶愛希餐廳其實都是有回饋的 那像在遠東的部分呢就是Ibuki 然後還有遠東Cafe 這些呢都是今年有的 萬豪酒店呢也有兩個餐廳 有在這一次的名單之列 另外一個亮點就是兌換長榮華航 還有國泰航空的里程呢 享有優惠比例 如果你沒有這張世界卡 你的兌換比例呢就比較差 所以這張卡片也是累積里程的人 一定要累積的 有興趣的話呢可以掃碼了解一下 美國運通簽帳白金卡 大家應該不陌生 我有做過介紹了 最重要的亮點就是五星餐廳有兩人五折的折扣 我很常去吃 光是2022年就吃了至少26次 就省下5萬多塊錢 如果你本身的消費習慣呢 跟五星飯店的通路是符合的 那你的確可以辦下來省錢 但如果你是為了要賺回饋而去使用它 那就本末倒置了 那它就不適合你了 如果你還在累積資產的階段 也請你好好認真地存錢 不要辦這種卡片啦 那它另外一個亮點就是 FHR的海外旅遊服務 這個呢只要是用得到 回饋呢就100%回本 也是我個人很推薦的 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在這邊掃碼辦卡 最後我們來講一下結論喔 到底這一卡該不該撿啊 這真的是一個好問題喔 如果你有在搶每個月1號早上9點的 JCB10%活動 那麼這些卡片的確可以讓你有比較多的機會可以搶到 2023年它的權益改叉 對我來講其實就是無關痛癢啦 最主要都是累積里程嘛 其實很多人都是把它當作主力卡 我就會非常建議你趕快換一張卡片 聯邦集合卡 你不需要額外再做開戶的動作 有卡有刷有回饋 好這個免登勉強人人有 我覺得這應該是大家比較喜歡的 台北富邦這一卡呢 就正式的從神卡退位了 你看回饋越來越少 然後呢什麼東西都要做登錄 我個人覺得就已經沒有神卡的姿態了 那我相信台北富邦一定是把它所有的行銷資源 都親全力放在Costco卡裡面 至少他花了12億嘛 所以應該要端出一點牛肉才可以吧 如果你身邊也有朋友呢 在使用這卡 非常歡迎你趕快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他 讓他們來了解一下2023年的權益 然後呢 趕快決定是不是要換卡 還是要繼續使用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